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 马太福音27章11到26节 那么在27章的12节前后呢 分别是彼得三次不认主 以及犹大的死 那么这个是在整个 马太编排里面刻意的 在耶稣受审 这个在公会里面受审 然后穿插了这两个故事 那再往外呢 前面是在公会受审 今天的进度是在彼拉多面前受审 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 这就是彼拉多 彼拉多巡抚 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说 你说的是 这个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这显然是公会 就犹太人告耶稣的这个内容 因为如果是宗教的问题 耶稣不可能被判处实行 只有可能是叛国罪 才有可能被判处实行 所以就给耶稣安了一个罪名 叫做犹太人的王 意思是他要起来革命 要反叛 所以 那所以寻服彼拉多就问他 其实 这个 彼拉多看耶稣 耶稣这么样瘦弱 他后面也没有军队 彼拉多当然知道 耶稣不可能是要来革命的 一定是内部宗教的一些问题 所以 这个询问有一点讽刺 也有一点无奈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说 你说的是 这个跟前面26章64节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 还有前面 面对有大的询问 拉比是我吗 耶稣说你说的是 意思是 这是你说的 一样的问题 因为 耶稣在这里 他 确实是王 只是他不是 当时候犹太人 所期待的 那个政治上的王 所以耶稣的回答 意思是说 这个是你说的 某种角度 耶稣也承认 但是 又不是 你所想象的 那个内容 他被 祭司长和长老 控告的时候 什么 都不回答 这个是一个 受审的 一个 法庭的概念 就是 长老 祭司长 把 耶稣带到 悬浮的面前 然后控告他 说他要 背叛凯撒 那 结果 耶稣 都不回答 不去回应 因为 事实上 他们 的这些 控告 都是捏造的 耶稣怎么样 去回应呢 而且事实上 耶稣真的是王 十三节 比拉多 就对他说 他们做见证 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 耶稣 仍不回答 连一句话 也不说 以致 寻服 圣觉 稀奇 他们 告耶稣的 可以定死罪 在审判的程序里面 在罗马的法律里面 被告是有机会 为自己申辩的 为自己申诉的 可以说 我没有啊 等等 可是耶稣 在这里 一句话 也不回答 这个才是让 寻服 感觉稀奇 因为 连比拉多 他自己都 看耶稣不可能 是一个 要来 对付罗马帝国的 叛国的 一个人啊 宣服 有一个常例 每逢这节期啊 这节期是 月节 谁众人 所要的 释放一个囚犯 给他们 这个是 为了讨好 犹太人 有这个例子啊 当时 有一个 出名的囚犯 这个囚犯 是出名的囚犯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 犯人 在 约翰福音说 他是 强盗 不过这个强盗 也很可能是 类似 奋瑞党 他召拒 犹太人 要来革命 要来反对 罗马政府 所以他才是真正的 要来 背叛 罗马政府的人 巴拉巴 巴是 儿子的意思 就是 拉巴的儿子 这个拉巴其实是 阿爸的意思 就是 爸爸 父亲的意思 所以巴拉巴叫做 父亲的 儿子 或者阿爸之子 那其实没有人叫这个名字 应当是 一个绰号 在早期的文献里面 有提到 这个巴拉巴 可能也叫做耶稣 所以这个是 两个耶稣 众人聚集的时候 比达多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我释放 哪一个给你们 就是 你们要我释放 哪一个耶稣给你们呢 是叫 阿爸之子的耶稣 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 宣抚员知道 他们是因为 嫉妒才把他结了来 其实 比达多心里面知道 这群犹太人在想什么 正坐堂的时候 正在坐堂 就是要在审判 审问的时候 他的夫人 打发人来说 这一人的事 你一点不可管 就是你不可以 判他 因为我今天 在梦中为他受了 许多的苦 这个是插进来的 一个小插曲 那也蛮特别 马太把它记载下来 显然就是 上帝 在 比达多的审判里面 仍然给了比达多一些提醒 透过他的夫人 他的妻子提醒他 说 这个人是个义人 这很特别 因为这个 比达多的太太是外邦人 从外邦人的口中说 耶稣是个义人 可是犹太人呢 全部要定死 要把耶稣定死之家 二十节 祭司长和长老 调说众人 求释放巴拉巴 除灭耶稣 我呀 祭司长 我们从旧约神经里面看到 其实那时候上帝设立 大祭司 设立祭司 是作为一个教导上帝律法 把上帝心意传承下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如今 他们带头 做假见证 而且呢 是要谋杀 要杀耶稣 宣府对众人说 这两个人 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 他们说巴拉巴 当然这些人都已经被 祭司长和长老收买了 而且我们说了 公会有七十个人 加上这个 祭司长总共有七十一个人 那他们来了一大半的话 也是一大群人 比拉多说 这样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都说 把他定十字架 当然这些人就是 祭司长和长老 调缩的人 被收买的人 宣服说 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比拉多他 确实也讲出来 他心里面的 真实的话 这个人没有罪啊 那为什么你们要 把他定十字架 他们便吉利地喊着说 把他定十字架 比拉多 见说也无济于事 反要神乱 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 说 留这一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们承担吧 其实比拉多 本来是不想 定 耶稣十字架的 因为 比拉多也不是一个 善类 他也不是好人 他只是觉得 能够没事就没事 大事化小 在约翰福音 十九章十二节 其实 犹太人有抓住 比拉多的小辫子 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凯撒的忠臣 凡以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凯撒了 他是指 耶稣以自己为王 他背叛凯撒 那你如果释放他 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 比拉多早期在治理 犹太人的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已经 让凯撒很头大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 本来是为了 好像向罗马政府 表现他的忠臣 所以放了很多的旗帜 做了一些雕像等等 可是这个反而是 得罪犹太人 所以他们有一些 纷扰 有一些烧动 所以已经有点留效查看了 就是 罗马政府凯撒 他其实对 比拉多有点感冒 如果这时候又生乱 又造成一些纷扰 那比拉多就当不下去了 他们抓住 比拉多的小辫子 所以当他们讲这句话 比拉多就就范了 结果呢 他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 说 留这义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们承担吧 哇 比拉多的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一个宣告 那个宣判 那个宣判就是 耶稣是没有罪的 是义人 他等于是判了耶稣无罪 同时呢 也判了自己有罪 因为如果耶稣无罪 那你也判了他 那表示你就是一个 不义的审判官嘛 也判了自己有罪 那他这个动作 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 好像要表明自己没有罪 事实上 怎么可能跟他没有关系呢 是他下的命令啊 众人都回答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看了 在二十三章的时候 耶稣已经宣告 宣称二十三章三十五节 叫世上所留 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 从义人亚伯的血旗 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 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 撒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 耶稣那时候已经做了一个宣判 而众人的回答 就是祭司长啊 长老啊 众人同身的回答 他的血归到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他们自己也接受了这个宣判 耶稣在二十三章已经做了宣判 在这里他们自己这样的回答 等于也接受了这个宣判 于是比达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把耶稣鞭打了 交给人定十字架 罗马人的鞭子是有很多的刺啊 很多的受骨啊等等 所以他一鞭打下去呢 很多这个是会砍在肉上 再把它扯开 是会剔开肉占的 非常的痛苦的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耶稣在比达多面前受审 耶稣差不多在马太的记载里面 差不多什么都没有说 也不为自己辩解 好像被审判 可是呢 其实在耶稣没有辩解 没有讲话的过程中呢 他已经定了犹太人的罪 跟比达多的罪 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十六节 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 这个囚犯是确实的 他是有罪的 耶稣是无罪的 可是呢 居然释放巴拉巴 十八节 寻服人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 寻服有权力的 有权柄的 他也知道犹太人是出于嫉妒 他却不用神给他的权柄 好像寻服在审判耶稣 那事实上这个举动就审判了他自己 十九节呢 这个他的妻子在梦中提醒 这是神出于神的怜悯 二十三节 寻服自己说 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自己都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 那么还有在二十四节 留着义人的血 他承认耶稣是义人了 那罪不在我 你们承担吧 就是他的这个洗手 等于宣判耶稣是无罪的 整个过程 耶稣都是无罪的 那二十五节呢 这个众人的回答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 其实也是成就了前面的宣判 耶稣什么都不讲 他好像在这个比拉多面前 在祭司长跟长老面前受审讯 他却在那里审讯所有的人 我们刚才已经看了 这些经文的记载 定了比拉多的罪 定了这些犹太人 祭司长长老公会人的罪 因为他们呢 挑说众人 要求示范巴拉巴 除灭耶稣 他们的恶意也被看见 还有审讯谁呢 我们这些人 所有的读者 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做一个决定 我们认为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或者我们认为 他就是一个可怜的历史人物 我们是选择站在这个巡抚这边 站在祭司长和长老这边 还是我们选择站在耶稣这边 信靠耶稣 我想他不单单审讯当时候的人 他也等于在审讯每一个读者 那么连我们也看到 这个巴拉巴是出名的囚犯 在约翰福音我们说了 他记载他是一个强盗 他是一个确实 是一个暴徒 可是呢 耶稣代替了巴拉巴 我们其实就是那个巴拉巴 我们其实就是那个恶徒 我们就是那个该受审判的 我们就是那个该受刑法的 可是我们却没事 耶稣为我们这个承担了一切的罪 他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刑法 我们是那个该死的 耶稣却为我们死 在复活节前夕 在复活节前几天 我们确实可以更多来思想 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 求主的爱和恩典持续充满我们 对我们说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看到 祭司长跟长老 他们代表 犹太人代表神的律法 他们应当要 按着律法公义的审判 但是他们处于失心 他们却定义 做假见证 陷害谋杀耶稣 而我们看见 循福他有权力 好像掌握身杀大权 他应当代表 正公正的审判官 他却没办法坚持 自己的想法 定了耶稣的死罪 而耶稣却确实是 是没有罪的 我们看到巴拉巴 应当受刑罚 可是耶稣却代替了他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光照我们 当我们再一次 看这些经文的时候 主啊 使我们不是以为 是一个历史的故事 主啊 让我们也在心里面 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主啊 不要叫我们 好像站在 祭司长 长老 站在寻福这边 主啊 让我们站在你这边 让我们更深的 依靠你 信靠你 主啊 我们在思想 快要到复活节 主啊 祭念你的受苦 祭念你为我们的罪 你代替我们 受了死罪 受了刑罚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是你的恩典和救赎 叫我们今天 可以做神的儿女 谢谢主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咱们 感谢观看